你在经营社交媒体的朋友圈 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你很重要呢? 我因为学生曾经问过我一个事情 他说他在经营生意过程当中 常常年头这个部分因为逢年过节 在线下很难见到人 所以生意一直都很不好 不要忘记我们的客户在哪里? 两个地方 一叫做社会 二叫做社交媒体 一叫做线下 二叫做线上 当我们线下不能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运用我们的策略工具跟方法 去经营线上的人脉呢? 今天我们来谈谈如何发挥影响力之人脉经营策略 你准备好了吗? 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 哟 你好 我们今天来谈谈个人影响力如何发挥在经营朋友圈 也就是线上的一些活动 对于经营Facebook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吗? 我只用一招 我觉得这招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效果很不错 这招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我们生日祝福这招 讲到生日 我们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发生日祝福给一些朋友 那为什么我们要发这些内容给他们呢? 不外乎有两个 你猜猜是不是这两个原因? 哪两个啊? 第一 跟他建立一些关系 第二 取得更好的信任程度 对还是不对? 为什么要经营人脉? 为什么要达到这两个部分呢? 因为如果这两个部分做得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 能够一起共事合作 甚至能够提供我们的服务 让彼此生活过得更好 对还是不对啊? 对啊! 好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经营 算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我要让我们 要让别人知道我们 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 信任我们 能够提供一个怎么样的服务 甚至最后他才会给我们机会 对还是不对? 对啊! 没有人会给我们机会 除非他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会做什么 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好处给他们 所以啊 认识人 了解人 影响人 才能够无所不能 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他们 进而让他们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 受到我们的影响 然后我们才能够发挥 更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力效果 我们就来谈谈 我用的这一招叫做生日祝福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 别人生日的时候都会发一些祝福 不只是生日 可能是在逢年过节 我们都会发一些 祝贺的一些词句 正能量给他们 对不对? 可是发了以后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发现到 有很多人都这样子做 不费功夫的做 为了方便简单 所以很多人什么? 已读不回 看了无感 草草回应 这都是一些普遍上的一个现象 那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做到 能够让他们真的感受到我们 我做了这个方法 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你告诉我效果如何 你也可以 最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尝试 你也可以做一个视频 让我看一看 或者是你做了以后 我来给你一些我的看法 你觉得如何? 当作是一个福利吧 谢谢你来看我的内容 好吗? 好 我发到这个生日祝福以后呢 会得到怎样的一个效果呢? 这是其中一个 他说好感动哦 老师 谢谢你 有你真好 我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我就来跟你猜解 这个秘诀在什么 在哪里? 是的 经营Facebook朋友圈呢? 或者是社交媒体的朋友圈 你有什么秘诀?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我跟你分享我的其中一招 我就用这一招 屡试不爽 而且觉得 效果还不错 你可以试试看 那为什么他会好感动呢? 为什么他会有感觉呢? 因为我不是发罐头的内容给他 我是发什么呢? 我是发一个视频给他 刚刚那个案例一 你就可以看到 他虽然很简单的这样回复 我相信他是有感受的 我觉得有感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 是的 好 我给你一个 另外一个案例 案例二 这个案例是这个样子的 我发了以后呢 后来他回复给我 他说什么呢? 感谢老师这个特别的祝福 然后他说了一句更棒的话 在后头 他说什么? 他说 请问我可以把这个视频发上面纸书 然后tag老师你吗? 如果你是老师 如果你是收到这样的信息的 你觉得他可以发 他转发然后tag你吗? 就是标签你 可以不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你看 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只让他看到 而且有感 而且愿意转发的话 你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不一样 你看看 比如说我们在线下无法见面的时候 可是不要忘记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 所以我们的朋友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客户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头 所以如果随时随地都能够让他看见我们的信息 知道我们 想到我们 记得我们 才有机会给予我们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对啊 是的 你想不想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如果你想的话 一定要看到后面 因为我会给你一个例子 到底我是怎么做的 好 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案例3 这个案例3是这样的 然后我发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他就跟我说 他跟我说什么呢? 感恩老师为我特赐的祝福 超惊喜啊 超惊喜是什么意思? 表示说 他还有一点强烈的情绪在里头 而且他还说什么? 你看看 这个我收到更棒的就是 他说老师谢谢您的影片 看了几遍 几遍 几遍 哇 通常要看几遍啊 真的是感觉到很温馨 他说很温馨 也开始动脑筋 那为什么会动脑筋呢? 啊 待会我给你看一个sample 一个样本 你就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样好不好? 不过还没有谈到这个以前呢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 当我在发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一些原则 你把这3个原则把它记起来 这3个原则是什么? 第一个原则准备好了没有? 叫做特殊性 对的 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是一个特殊 它不是普普普普普通通 copy and paste 就是什么呢? 剪贴的 就是拿来顺手就传给别人 不是 它是由我特别去制作的 对还是不对? 好 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特殊性很重要 第二个是什么呢? 针对性 当我发给一个人 祝福的时候 我是针对他的 没有其他人 其他人收到是没有感觉 可是唯独他 收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怎么样让他有一种 针对性的一个感觉呢? 动动脑筋 不要随便随便 就把这件事完成 不要找容易的事 而要做有效的事 再讲一遍 不要找容易的事 而要做有效的事 要做就做的 有效果 有影响力 再来 我们谈了一个叫做特殊性 一个叫针对性 最后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废功夫 把它记起来 写下来 废功夫 废功夫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要让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诚意被看见 如果努力跟诚意没有被看见 那大家只是嘲嘲了事 交代了事 那有什么意思呢? 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接下来 我要让你看一段 我特别录制的一个样本 Sample 你看了以后 看看你能看出什么端倪吗? 到底我是怎么样去送出我的祝福的? 好 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 嗨 某某人 你好 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某年某日 你也曾经跟我提过一件事情 请问这件事情进展的如何了呀? 今天是1月16号 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生日这一天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做法跟愿望啊? 29年来 我都从事教育培训的工作 疫情之后 我已经从一位讲师 转型成为一位教练 目前除了在线下 开课演讲做组织培训以外 也在线上做个人教练 辅导性的工作 生日 对某一些人来讲 是没有想法 没有感觉 对另一些人来讲 是很有感受 充满着憧憬 你呢? 无论如何 在生日这特别的一天里面 祝福你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事事顺心如意 我是影响力教练 有勇气 有缘的话 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哦 拜拜 看完了这个视频 有看出什么样的一个端倪吗? 我用了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 马上为你拆解 第一个重点叫做 叫他的名字 很针对性啊 叫他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视频是专门录制给他的 第二 讲一件事 或问一个问题 是你讲一件事 或者是问一件事的话 对他来讲 他也许就感觉到蛮温馨的 或者是有感觉 有人味 有温度 那就不一样 那就有一些特殊性 有针对性 有特殊性的 再来 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我是真正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不是很简简单单的就做出来 他是需要费功夫的 的确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那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叫他的名字 讲一件事 或问一件事 最后不要忘记 自我行销 要让对方知道 我在做什么 我的服务是什么 我的近况又是如何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感觉 是不是比较接近一点 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比较亲近一点呢 所以所有的人脉经营 还记得前面讲过了吗 就是要达到两个效果 一叫做建立关系 二叫做提高我们的信任度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简单的 运用生日祝福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经营起 我们的人脉关系 你觉得呢 经营社交媒体的朋友圈 请问你的秘诀是什么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我是用视频的方式来录制生日祝福 如果你有兴趣录制生日祝福 或者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始 没关系 你也可以录制一个视频 发送给我 我帮你看看 也许我能够给你不一样的看见 好不好 好 今天的内容听了以后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我做一件事情 点个赞再走吧 然后从零到十分 对于这一期的内容 你会打几分呢 请你在下方留言 我希望看见你的心声音 感谢你这次又来看本人的内容 很开心 也感谢你一路以来的支持 新的历年也到来 也祝福你新年快乐 世事顺心如意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我是影响力教练 有勇气 有缘的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